Hello 大家好 我是V太 如果你以前看到V太 通常我都是去深圳 介绍大家很多吃喝玩乐的资讯 但我在7月11日 就出了一个post 想做一些自己的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也都问一下大家 究竟我的频道叫做什么名字 最后我就选了这个 这个名字是我自己想的 因为我真的想純分享我自己 因为都活到这个年纪 我想总有一些小小的 分享可以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那我用个純分享 就是希望可以给多 一点点正能量 或者一些有趣一点的题目 就不会说好像说一些 很沉重的问题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可以支持我 无论有多少人留下来看 我都衷心感谢 因为真的不是那么多人 是喜欢这种形式的 那我就马上开始了 但是我想和大家说 我这次纯粹都是用我自己的手机 在录制的 可能质素真的没有那么好 但我都希望可以自然一点 稍微一点 首先可能你听的时候 好像录音 看到我的声音 都好像好很多了 是不是 但是呢 其实我只能够说 我只是好七成或者八成 还在看医生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盘 就是我剪片的时候 哇 看到这里一堆 那这里包括什么呢 我一会儿还要喝我包中药 那又有我姐姐给我的什么 野心甜漆粉那些 那用来补气 那又有朋友介绍了 一只马来西亚 说吃了会好 那其实我都差不多 吃了大半了 那就不是说好 到现在我都觉得呢 是差一点的 就是我每个星期去唱歌 其实我现在唱不到歌 那我都停了两个星期 没有唱到 那又有人介绍我 我吃这些灵脂 那总之各式各样 朋友介绍给我的呢 我几乎都做了的了 那维他命C呢 都是我经常啦 那我又 总之就很多百宝啦 那还没真的百分之百好 很奇怪 观众给我的秘方呢 其实我有些已经在用的 我不知为什么呢 可能补气之后呢 开始百声又再沙翻 那沙翻之后呢 现在沙翻一点了 想好一点呢 接着它又再咳 又干咳 所以都缠绕了我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希望可以 尽快好回啦 好了 不说这么多废话了 好了 我想说今天想说 介绍一些书呢 给大家 就是说我自己 看完之后的小小的心得 那还没介绍之前呢 我相信呢 你们都不知道呢 其实Vita呢 出过一本书的 在外面呢 是完全没得卖的 那我稍后到尾的部分呢 再和大家说 那这本呢 就是我自己出过的书 哇 看看当年多年多年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我40岁的时候呢 出过一本书的 都很多年之前了 那一会儿如果有兴趣 就继续讲吧 好 那我就讲一下先 我自己呢 就好 年轻的时候呢 很喜欢看书的 为什么说年纪大了 反而少呢 就是因为有老花呢 有时看呢 我觉得真的开始吃力了 那种类型的书呢 我今天就是拿一点点 就是很多 不同类型的书呢 我自己都喜欢看的 譬如 我自己有宗教信仰 所以我也会看宗教的书 这本是基督教的书 那或者一些呢 经常会提一下你一些 正面思维的东西 就是讲 在讲家局决定你的结局 那又或者会看一些情绪的书 那但是我自己最喜欢呢 就是看心灵鸡汤的书 那我记得呢 我一次post的出来的时候呢 就有观众就说 啊 V太太你会看书的 没错啊 其实V太太很喜欢看书的 那尤其是呢 我很喜欢看一些心灵鸡汤的书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就是我失败得太多 所以呢 我都需要一些的安慰了 好了 那我就直入呢 我最近呢 就去台湾旅行的时候呢 就买了一本呢 叫做 这一本书叫做 六十岁史用说明书 那应该呢 我记得我自己 在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呢 都买过同类型的书了 那都就来六十岁了 所以我就即管就买了这本书 就我觉得都挺有趣的 可能你未到六十岁呢 其实这本书都适合你用 因为它的法则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适合用 我自己都写下了 希望我怕我自己不记得 五十岁就是知天命了 所以其实你都走了人生一大段的路程了 那有些事情呢 其实是时候呢 又会再提醒一下自己 有些事情不要太执着 那其中呢 有一二三四 有四样东西我自己觉得呢 都挺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第一呢 他就会说呢 一开始就说了 要放下我们在意年轻 那这个呢 我都觉得呢 时时刻刻都提醒自己 你自己今年已经不是小了 不是十八二十二了 那这样 那就不要再执着呢 那些人会跟你去比较了 再执着你自己究竟 那是否像以前那样年轻呢 那这样 真是已经不是很在意的了 反而我自己真是在意的话 只是身体健康 即是真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可能呢 真是健康会慢慢变差的 那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注意健康呢 比你 是不是注意自己的外表呢 更加重要 那这样 那这样 我不是很反对 但是我自己就不会去做 那这样 那这个真是很个人自己的喜好 而是我自己觉得呢 如果你越是在意的话 那其实你要做多少次呢 我经常这样想 就是我觉得呢 反而我是 要保持好自己 里面 里面的意思就是 你真的要做运动 令到自己可能 皮肤有弹性 那这样 就让自己出一出汗 那你出完汗呢 其实你自己个人呢 心情又好些 那我想新陳代謝都会好些 那就不需要太在意 我觉得 去到这里呢 真的不要太在意 自己究竟 是不是 还好像 哎呦 不是好像以前年轻那样 其实呢 真的不是年轻 那就没必要去追逐 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连这本书呢 都会提及这件事的 不要在意自己的年轻 最重要呢 就是 年轻的是你自己的心态 那样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放下在意孩子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呢 都是有自己的小朋友的话呢 那你就会明白的了 那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 因为小朋友 都是我们 从小看到他大 你当然很紧张 他任何一样东西 由他不懂得说话 到懂得说话 行路 读小学 中学到大学 我相信呢 每一个家长 跟我一样呢 其实你都会很紧张 自己的小孩子 那但是呢 我都慢慢学会呢 去放手了 那因为 我们小孩子 其实有他们自己的小 你的经历呢 在某个时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和他们分享 但是就不要太在意 他所有的事情 又或者 当他可能 在读书上 或者在工作上 不如意 或者 不开心的时候 他找你聊天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出现 当然每一个人的情况 都不同的 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呢 不要太在意 老公啊 或者老婆 那我看到他 一开始写的时候 很奇怪 那他的意思呢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常常 时时刻刻 都要黏住他 没有一些 私人的空间给他 他意思呢 就是 在适当的时候呢 其实要大家 给一些空间 大家 最重要呢 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呢 你的另一半呢 就会出来 去支持你啦 你需要 拿一些意见的时候 你先生 或者你太太 是愿意去细心 跟你去分析那件事 跟你一起去谈 那我觉得 这些 我觉得挺好 我不是不在意他 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出来挺大家 而互相去支持啦 很明白大家啦 大家有大家的空间 这样相处呢 应该是最好的 跟着其中一部分呢 就是叫你呢 放下生老病死 那我想这个呢 就去到我们这个年纪呢 就真的会明白的了 可能你真是 经历很多这些事情的 那当然 生日是很开心啦 你会见到可能 有些朋友去生小朋友啦 就是有小朋友 是一种祝福来的 老就是去到我们现在 就已经慢慢进入一个 年老的阶段啦 那这个呢 你又要接受啦 病 是的 那我们经常呢 都会 嗯 小病当然是是祝福啦 那有些大病的时候 怎样去处理呢 我觉得又真是可以 嗯 尽早啦 我自己觉得就是 处之泰然啦 那这样 那 真是生老病啦 去到死这一部分啦 那 我当然有经历过一些 就是家人的死亡 譬如我爸爸那样 那 有出过一本书呢 其实我很有趣 我出了 其实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嗯 没想过这么快要出的 那但因为那时候 我记得呢 我爸爸的身体都已经一样了 那差不多去到尾声了 我很想呢 哎呀死了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那我就 因为里面呢 也有说一些家庭的东西 我呢 就很想呢 很想呢 就 读给他听 是的 那当时我真的做了 这件事情 那我就觉得 嗯 啊 应该这样说 好了 我不要说一些那么疼的东西 我应该说 就是 我想说呢 就是 即使你有 家人或者你的朋友 就算 譬如我自己 啊 前一阵呢 都有个朋友走了 那他都很年轻 都是四十多岁 那就离开了 那当然大家都很伤心 那我和他都很好的朋友 是很伤心的 那但是为什么 后来 我觉得自己好一点呢 那就是 他觉得自己 生活都算不错啦 就算有病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遗憾 那我觉得 其实 我们又为什么要觉得 会替他觉得 啊 很可惜呢 那 最重要就是 那个人自己 走的时候 或者回顾自己的时候 觉得没有遗憾 那其实已经是非常之好 所以我觉得 我们真的要多些 用平常的心去看 生老病死 也都放下生老病死 因为没有人知道 明天发生什么事的 好了 到最后 刚才好像很大条道理 是不是 那不如呢 都说明是纯分享 都有一些分的东西 那分的东西 就是一些小小八卦的东西 那现在会有自己的本书 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我四十岁的时候 你说我自己呢 就在四十岁的时候 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来的 那我就自己用了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就写了这二万多字 是关于我自己 的生活的 譬喻 就是主要呢 为什么叫寺给你呢 就是送给每一个 曾经跟我一起 关心过我的人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的 因为我觉得家人很好 就是我们第一个关系很好 那这个呢 也有描述我和家人的关系 那当然有亲情 也有友情 那我又觉得 也说回一点点 友情很搞笑 那在这本书里面的友情 基本上呢 我好像有说了几个朋友 那现在有两个朋友 其实已经移了文的了 那因为可能都是一些政治 大家的理念 不是很相同 那其实真的没有在一起的了 那是有些可惜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要紧要 我想人生就是要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最娇傲的一件事 就是他 哎呀死了 已经掉了 就是生了他 这个就是我人生最骄傲 那这个是我的儿子 那这样 那他的蝙蝠都挺多的 读万卷书 不如走万里路 那其实我真的去很多很多的旅行 这个是希腊来的 可能是去澳洲啊 美国啊 等等 因为我以前做过的份工呢 我本身是做地勤的 那就是在日本航空公司做地勤 所以也有很多 其实很多机票都是一折 那就是去了很多地方 那还有我以前做事呢 也有机会去外国做事 那所以呢 就真的 有很多很多值得回忆 哇 这张真的有年轻的时候 你看好像是有腹肌那样 神经病 多瘦 看不到啊 好了看这么多了 那 我觉得这本书 我自己看回 我觉得很感恩 很感恩 是自己有一个记录 不如大家看看我小时候 我想一定没有看过 你看看我小时候 是不是很有趣 这个就是我来的了 是不是很搞笑 是不是很搞笑 那 我觉得呢 很有趣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那呢 我也有一个明星梦 那这一篇就是一个明星梦 看不见到我参加 是我参加过亚洲电视一个 大家应该猜不到 哇 看看我多年轻 那 没错了 就是亚洲电视 现在都收拾了 就是偶像妈咪大赛 那这个呢 也是我一个挺好的经历 其实我呢 又好像那些很老套的那些呢 我有个同事 很想参加 那他就叫我陪他 那我真的陪他 但是他不行 我就进去了 那就去比赛 那呢 甚至乎呢 我们呢 是出过新闻的 我都自己继续的 陈展鹏 还有 陈启泰呢 他们是当时做主持的 那我觉得这个都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那最后呢 为什么会出了这个新闻呢 就是 拿了冠军那个呢 就被人投诉 说他 牵帮他之类 那 跟着计分之后呢 其实我是第二名来的 那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 就非常之有趣 很有趣 曾经呢 也都在一些雜誌上 出过镜 都年轻的时候 就去了这个芝柏里面呢 去拍方山照 最后他就见到 我和我先生的拍照 真的挺漂亮的 那 那于是乎呢 他就放了在他们一本 这本书呢 就专门介绍 就是芝柏的 拍照的服务 方山的服务 方山的服务 我觉得 开心 当时真的很开心 我竟然可以跟 这个是王兴萍 旁边这个就是我了 我竟然可以跟 当时的明星 王兴萍 还有光美仪 我见到有光美仪 这个是翁虹 可以跟他们 在同一版里面出现 我当时真的开心到死了 还要把我和我先生的 合照很大张 就跨了在他们 芝柏的门口 一进去就见到了 那我当时真的很开心 那这个也是我个 挺好的回忆 好了 今集呢 就真是纯分享了 那影片实在太长了 不知道下一次 大家有没有兴趣 想知道 或者有些人很想知道 究竟我们做YouTube 这个行业的人 其实去赚多少钱 究竟经历到 有些什么 很难的地方 或者有些什么 很开心的地方 都希望在这里 可以一一和大家分享 希望今集 大家可以给点鼓励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或者看完之后 有些意见 想表达一下 都记住留言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的分享 我就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V太 Channel 里面的另一个系列 V太生活純分享 多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大家记住订阅我频道 这里是V太 Channel 拜拜